香港人每樣東西都好像可以垂手可得 不過有一樣東西就真係可遇不可求 講緊的就是好的睡眠質素 甚至經常有人說自己睡得不好 除了可能是生活習慣影響之外 一個舒適的安靜環境都可以令人快點入睡 而今次跟大家介紹的ONE MORE COMFORT BUS Z 真無線座睡耳機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有睡眠光草功能 想知道它跟一般藍牙耳機有什麼不同 今次就跟大家一齊試清楚 在開始之前 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未Subscribe給你 今次就記得訂閱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ONE MORE COMFORT BUS Z 早在今年的CES 2021就已經發表 最近才在香港開賣 售價是$699 暫時只有白色一隻色 我們打開包裝盒 見到有一個白色椅圓彈型的充電盒 裡面有兩粒很小的耳機 另外跟機會有三對不同size的抗菌熱塞 一條USB-C充電線和白色的收納袋 看看耳機的充電盒 都有不脆回彈力 整體造工都頗紮實 至於左右耳機 由於預了用家可以長時間帶著來睡覺 COMFORT BUS Z 就採用了一超迷你機身 再加上入耳式設計 機身好像一粒花生巧克力豆一樣小 單隻耳機只是重大約2.7g 戴上耳之後 第一次覺得它輕得好像沒有帶感 長時間戴著 耳朵都不會覺得好不舒服 以及整隻耳機擺入耳窩裡面 戴上都頗穩固 我試過戴著耳機打側頭睡了一陣 都不會掉出來 亦不會硬熱 隔音方面 這隻耳機本身雖然沒有ANC主動降噪功能 但單靠入耳式耳膠都做到最低24分貝的物理擴躁效果 原理有點像游泳用的耳面 可以阻隔環境音 但亦不會過份空洞 在介紹COMFORT BUS Z 的功能之前 先讓大家看看耳機的規格 除了外型夠輕夠細 這隻ONE MORE COMFORT BUS Z 在軟件應用上 亦都提供了一些適合睡前聽的音樂 先是手提電話安裝ONE MORE MUSIC的APP 連接耳機之後 就會見到APP裡面 有舒眠旋律的選項 裡面收錄了30首大自然的遮掃音效 好像下雨聲 海浪聲 燃燒木柴這些聲音等等 有點像近年流行的ASMR 聽到大自然的聲音之後 令到緊張的心情都可以得意放鬆 你還可以選擇六首歌傳到耳機那裏 睡覺的時候就不用長開著藍牙 心理上都會放心一些 不怕藍牙信號影響到睡眠質素 而這個APP還內置了TIMER 可以設定30至150分鐘的播放時間 就算不記得設定 耳機播歌大約3個小時左右就會無電 都可以等耳仔放鬆一下 除了書眠歌誕 用家當然可以播放平時聽開的歌 只要去APP裡面 選擇書眠音質風格 就會將整體音樂變得平和一點 幫助用家輕鬆入睡 現在就給大家試聽一下書眠歌單 值得一提 作為一部專為睡眠而設的耳機 Comfort Bud Set 使用符合歐盟標準 抗菌率達99%以上的耳膠 確保長時間戴著都不怕耳仔會容易滋生細菌 由軟件應用去到硬件設計方面 都照顧到想安靜睡眠的用家需要 至於這隻耳機的音色又是怎樣呢? Comfort Bud Set 定位屬於入門 雖然機身很細 但都內置了一個全頻動鐵單元 音色偏向中聲自然 播放鋁聲的時候 或者純音樂效果舒服之餘 都會聽到人聲細節 適合聽一些節奏輕鬆的輕音樂 我們選了兩首歌給大家聽聽 最後看One More Comfort Bud Set 的電量 根據官方資料 耳機在滿電狀態下 可以用到大約3.5小時 連充電盒可以用到14小時左右 如果一般上班、下班、坐車的時間用的話 電量應該用到2至3天 不過如果帶著來睡覺的話 便會建議每天都充電 至於耳機和充電盒的充電時間 只需要一個小時多些 基本上一個Lunch Time便已經充電了 使用完One More Comfort Bud Set之後 這隻市面上少有具備聽歌和睡眠隔音功能的True Wireless之後 戴上耳朵真是仿如無物 機身夠輕之餘亦都戴得好穩陣 而為了不要需要用家睡覺 耳機更特別收起了收音咪 沒有了通話功能 但換來自然舒適的隔音和音效 買來做睡眠耳塞都已經很划算了 你們又怎樣看這一類睡眠耳機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就會有新片和大家記名 所以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這樣就不會忘記了我們的新片